本期年将看到美妙的歌声 很红但是我们多半不认识的出题嘉宾 以及主持人的灵魂提问 还有改变宇宙常数的答案 大家好我是常元爱 欢迎收看这档把烘焙和推理二合一的全新创意节目案发厨房 经过了上下半区的分区角逐 现在终于来到了两区共六队的合并赛 第一次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可以从第一集开始看起 但直接从这一集看起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上半区是业余组 他们分别是拿下了惊人的三连胜的港姐队 非常欢乐的欢乐胡子队 以及形同姐妹的母女队 下半区是专业红培石组 闯到此关的三队分别是越南姐妹队 法国姐姐队 以及黑人名秃队 有人要问了 让业余选手对阵专业选手 这实力天差地别的比赛不得一般倒吗 没错 如果这是一般红培比赛或者初一比赛 那确实如此 但是这个比赛的重点不是红培 而是推理 这就好比让我和马龙同场竞技 正经打球我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但我们俩比的是乒乓球的解说 这就不好说了对吧 当然了比解说十有八九还是他会赢 但至少我来的差距不会大到让人绝望 这个更注重于推理的红培节目 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了咱们这就来看合并赛的第一场 还是老规矩 探案时间两分钟 这里容我插一嘴快速讲一下千层酥皮和他们用的简易千层酥区别 传统的千层酥就是用一层面团把一层黄油包起来 然后擀制成型 接着叠叠叠 我是在用普通话讲一个动词 请大家不要用河南话玩伦理根 这个过程要不断的冷藏 一般要做个两三天才能完成 而简易千层酥就直接把黄油擦碎了后 黄油块直接换到面粉里 同样是叠叠叠 制作时间却能大大缩短 效果大差不差 是非常棒的平替 大量应用于各种天皮 好了咱们继续来看他们的探索 的顶战墓叠 ופark的记者等 当你ning轻脒刀 草豆腐 香薈 took 做你的 看,看,看,看 可能是一口可辣椒的 因為它是因為有什麼 這是一口可辣椒的 是一口可辣椒的 沒有在櫻上的 有一個 我開了一口可辣椒 有一個搭檔 有一個囂張的 這是一口可辣椒的 當然因為是一口可辣椒 我吃了些辣椒 你會吃了一個 這家給的給我 是一口可辣椒 一口可辣椒的 一口可辣椒 一口可辣椒 還有一口可辣椒 在一口可辣椒 一口可辣椒 disposit船 I see a skillet. I'm thinking apple tart, like I'm ready to look for a dish to make a tart. Look look. I have a cake stand here. Crucifer caramel! What do we have over here? What is this? It smells like caramel. Oh, it is caramel! What's this? I don't know, like, it's not like a caramel. This is a good clue. A tart-tartan would leave 很 "' 主持细感 郭乃格 看肯定 我进去 primo 我看到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队同时在线了 专业组的越南姐妹队根据他们查到的线索 认为这个神秘甜品是苹果格雷派饼 这个格雷派饼之前老年夫妻队已经做过 当时他们是猜错了 那场答案是克拉夫提 不知道这场越南姐妹队有没有可能答对 业余组的母体队根据那留下来的原型焦糖酱痕迹判断 这是一款苹果凡砖塔 凡砖塔就是先在锅里把苹果等盒果放在焦糖酱里做半熟 然后上面盖上一层苹皮放烤箱里烤 出炉后盘子往上一扣 翻转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苹果味的凡尘塔是经典的 不能再经典的家庭甜品了 不过想要从苹皮开始做起的话难度不低 让我惊讶的是这款厨艺比赛中的常客甜品 这女儿竟然完全没有听说过 她母亲虽然推理出这个结果 可她仅仅只是听说过而已 这甜品在美国这么冷门吗 你们都不看厨艺大师的吗 他算是说对了 而且不光是专业组的法国姐姐队 黑人明珠队 业仪组的其余两队 港姐队和欢乐胡子队 都推理出了同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除了越南姐妹队 其余所有队伍都在做凡尘塔 唯一的不同是黑人明珠队 做的是离子凡尘塔 根据这个比赛规则 推理相同的情况下 比的就是制作水平了 这情况对业仪组的三队大大的不利 刚才说了凡尘塔是各种初一节目的常客 之所以这样 因为她自带节目效果 她如果烤胡萝卜当然很糟糕 但如果烤生了 那就会 We have never made it before Everything is relying on how this dessert flips We're done 我以为他们这次真的只能断上这么一盆苹果汤的时候 他们二话不说 开始重做了 此时还上45分钟 随着其他队伍的作品纷纷出炉 胡子队的重做作品终于在比赛结尾 开始再次反转 最终做苹果凡尘塔的四对成品 各有千秋大差不差 如果答案是苹果凡尘塔 那就要看这四对谁做得最好了 当然了 如果答案是越南姐妹做的格雷派饼 或者是黑人名途队的梨子凡尘塔 那他们自然直接进击 所以本场考题的最终答案是 在同时答对的四对当中 评委们在综合考量之后 认为这场胜出也就直接进击下一楼的队伍是 欢乐胡子队 这真是有点没想到 专业组的另外两队侦探水平一如既往的糟糕就算了 明明推理出正确答案的法国姐姐队 既然在制作方面输给了第一次做 而且还紧急重做了一次的业余组的胡子队 这节目效果真是爆炸 所以他们也就只能和其他四对一起 进入本集的淘汰赛 探案时间仍然是两分钟 在这场大家不妨一起来猜猜看 我的提示是 这次的甜品也是老网红了 应该都能猜猜到吧 那对耶 我们看到了 有拍的 有五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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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们几百里 好看 看看这 看看这 看这 什么是这 看这 这什么是被 是什么 它是一样 味道的 它是四个蛋 vor一个 董点 它是四个蛋 有零hold有一定的 还的 我拿的 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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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振 我拿 你拿 什么 我拿 对 还是用过的 对 拿 you do use a blender we're gonna make crepes this is a pastry cream this is pastry cream we've got vanilla open this smells exactly like vanilla pastry cream there's something on this batch of that looks like chocolat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eggs one stick of butter all-purpose flour milk the flour the butter the eggs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you could use those ingredients for and it could be a cake in the dishwasher we hit the motherland this thing crepe pan we're making crepes but there's also a cake cream it's a crepe cake I think it's a crepe cake I've seen a little bit about crepe cakes you take several different layers of crepes and put some kind of filling in between and you stack it up to look just like a cake wait did you see this did you see this I picked up the crumple piece of post-it what's on it create better oh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thirty six little groups of five hash bars that's thirty thirty crepes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thirty you have to make thirty crabs but it says thirty s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times five is twenty you six times five is twenty we have four four plates I head to the dishwasher and I see four plates and I'm realizing that we have to serve this crepe cake to four guests make crepe chocolate look at look at the round it's round look with the chocolate here look all the right I think the ganache can be spread it because of the offset spatula that I saw and it also can be poured because of the cooler are going to the drips so I'm not sure oh s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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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not a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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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ur milk chocolate and that is time that is time 大家猜出了这是什么了吗我感觉这次线索还挺明显的以至于所有 队伍都推理出了同样的结果那就是可丽饼做的千层蛋糕在大家答案基本 一致的情况下这三队都没有出太大错基本安全而越南姐妹对一直被洗碗 激励的四个盘子所困扰认为它一定是有用处的所以最终上菜是他们活生生的把成品蛋糕 分成了四份送了上去分成了四份就算了关键是他们这次制作水平也因为时间不够而拉了跨 到了不好吃的地步至于黑人母女队他们也推理出了这场是可丽饼做的千层蛋糕 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不知道做几层还记得刚才他女儿的嘴瓢吗刚才是因为时间紧张压力大 现在来复盘应该不会再出这种简单的错了吧 原来不是嘴瓢啊 单纯的只是数学不对 这是算数没学好啊 这太符合刻板印象了吧 当他们得知正确答案是脸上的表情是这样呢 太精彩了 如果他们这队被淘汰 那他们就是在一个以推理为主的烘焙比赛当中 因为算数算错了而被淘汰 真是万万没想到 有朝一日我竟然会把这几个词组成一句话说出来 那么本期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呢 现在问题来了 一队是推理完全准确 制作水平精良 唯一的问题是犯下了极为低级的算数失误 另外一队是完全被干扰 向干扰后做出了切分失误 制作水平也拉胯 你是评委的话会选择淘汰哪一队呢 最终两位评委选择淘汰人选是 运运男姐妹队 我感觉这个结果挺合理 可以理解 也许是因为咱们从小内嵌了99重发表 所以是会被那个算术错误震惊到 然而这归根结底是个烘焙节目 最终定胜负的还是好不好吃 好了 超有节目效果的这一集就到这里 这个系列涂根了也太久了 所以我要加速完结 接下来三集我会在一两周之内更完 后边的比赛也非常精彩 敬请期待吧 那么我是车热卫 咱们下期很快再见 拜拜